菠菜怎么做好吃 准备食材 菠菜、大蒜、盐、糖 食用油 1.菠菜清洗干净后 放在清水中浸泡 大蒜切丁备用 2.起锅烧水 水烧开后放入适量盐 再放入菠菜 改锅焯烫一分钟左右 再捞出里干水分备用 3.起锅烧油 油热后放入大蒜丁 大火炒出香味 转小火放入菠菜和适量糖 同时用筷子翻炒均匀 4.按照个人口味加入适量盐 再用筷子翻炒均匀 小火翻炒10秒钟左右 即可关火装盘 一份营养美味的清炒菠菜 就做好了